摸着胸口甘小姐磨泥发病时 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被确诊罹患肺多脉高压 已经是十年前的事 当时甘小姐正怀有身孕 虽然觉得不大对劲 但是医师的一番话让她按下心来 因为我觉得我传到有点 会晕的感觉 然后会窒息的感觉 她会说那可能是因为压到横隔膜 怀孕期间这是很正常的 直到在产房大出血 甘小姐惊觉严重性 安排各种检查才确认是肺动脉高压 医师表示这是一种罕见疾病 每百万人当中约有六到十人发病 而且女多于男 另外像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或是HIV患者都有可能是高危险群 医师们应该提高警觉 就是说你在做心脏超音波检查 你在看心电图的时候 你可以发觉这些病人 右边的心脏压力是上升的 这个在心电图上 在超音波上都有特别的指标 可以看得到的 因为病因多元症状多样 导致患者平均确诊的时间 至少需要两到三年 要判别是不是肺动脉高压 用喘 咳 血 水 蓝 五字口诀 轻易辨别 如果有呼吸急促 干咳或是咳血 加上脚踝水肿 以及嘴唇颜色变蓝 就要提高警觉 立刻就已检查 虽然肺动脉高压 目前还没有根治的疗法 不过已经有专属用药 可以有效控制病情 减缓症状 最重要的是民众一定要养成定期 安排心电图 心脏超音波的检查 及早发现才能有效治疗 大海新闻 汤老舍张六佳台北报道